Hello,你好,我是兴荣 欢迎来到零基础学英语的第39课 第二阶段的第29课 我们直接开始 第一个词,我们学过了 问,就是提问 问问题的那个动作 叫做 to ask to ask to ask 那么问题这个名词呢 在这里我们用它的复数形式 加上s就可以了 叫做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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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这两个词连起来 问问题 就叫做 to ask question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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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记不记得时间的说法 非常简单叫做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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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不记得任何的说法 叫做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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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个连起来 任何时间就叫做 any time anytime anytime 我们再加上一个 在 在任何时间 这个在我们有at那个词 所以它的说法就叫做 at any time at anytime at anytime at anytime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两个部分全都连起来 它就变成了在任何时间问问题 在我们中文比较习惯的说法其实就是 随时提问 好的 这里我们需要进行语序调整 随时提问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其实就是提 提示什么意思呢就是问问题那个动作 问 问什么呢 问问题 什么时间呢 随时 在任何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必要的信息 我们放到最后面去 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叫做提问 随时 英文的逻辑就是问问题在任何时间 所以思考一下它的说法叫做 to ask questions at an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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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中文理解方式叫做随时提问 在这里问这个动作我们用的是to加上动词原型的不定式的形式 如果我们想要表达这个词的ing形式 其实只需要把to ask变成asking就可以了 所以随时提问它的ing形式是什么呢 还是一样先来调整语序 我们把随时这个时间词这个不必要的信息放到提问的后面去 它就变成了提问 就是问问题在任何时间 好的 自考一下答案是 askin questions at an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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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学习一个新词 允许这个动作 这个词叫做 词 permit to permit to permit 这个词主要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 正规的文件里面 比如说某个学校或者是某个政策 某个文件里允许某种行为 所以在这里你只需要理解 to permit 这个词比较正式就可以了 它后面需要连接的是某种行为 好的 我们给这个词加上一个人称 还记不记得老师的说法 这里我们用the这个词来限定一下 叫做 the teacher 所以老师允许 思考一下 在这里老师是第三人称的单数形式 所以允许这个词需要在后面加上s 并且需要把to去掉 但是 the teacher permi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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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前面说过 permit 允许这个动作 后面添加的是一种行为 那么既然是一种行为 它也是一个动词 因为这句话里面已经有了主要动词 就是permit 允许这个动作 所以后面的动作需要变化一下形式 其实这个词后面加不定式的形式 或者是ing的形式都可以的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学的是加ing的形式 就是允许的是这一个行为 我们把这一个行为的动作 通过添加ing的形式 把它变成类似一个名词的形式 所以这节课 你只需要简单的记得permit 后面要跟ing形式的动词就可以了 其他的情况 我们会在下面的课程里学到 好的 我们继续 所以我们把老师允许加到里面去 这句话就变成了 老师允许随时提问 还是一样 我们先来调整一句 后面的随时提问 这个随时是一个补充信息 我们把它放到提问的后面去 所以提问就是问问题 提这个动作其实就是问的意思 允许提问就是允许问问题 那么问这个动作就需要用ing的形式 所以思考一下答案是 The teacher permits asking questions at any time The teacher permits asking questions at any time 好的我们继续 还记得家这个词 叫做home home home 那么还记不记得 从或是来自那个词 叫做from from from 所以这两个词连起来 叫做从家里 先不要管它什么意思 就是把它连起来 叫做from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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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记不记得 工作这个动作 我们先用它的不定式的形式 叫做 to work to work to work 所以把这个动词连上 它就变成了 从 家里 工作 可能我们中文比较习惯的说法是 在家里 工作 但是英文就是 从 家里 工作 好的 我们先来调整一句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动词 哪个是动词呢 就是工作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把从家里这个地点信息 放到后面去 因为它是补充信息 它就变成了工作从家里 思考一下答案是 to work from h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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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英文的表达逻辑就是 这个工作本来应该是在公司里完成的 但是现在你是在家里完成的 所以这个工作的结果或者是工作所带来的成效 是你从家里送到公司里去的 所以这句英文的逻辑是从公司或者是工作单位的角度出发的 叫做从家里带来的工作结果 所以用from这个词 to work from home 它除了翻译从家里工作或者是在家里工作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更普遍的说法叫做居家办公 那么我们再学习一个新词 周五 这个名词叫做 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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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星期的词首字母需要大写 所以在周五我们用的那个在是 on答案是 on Friday on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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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词加上 它就变成了在周五居家办公 好的 我们先来调整一下语序 首先在周五这个时间词把它放到最后面去 另外居家办公这个词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从家里工作 所以办公也就是工作这个词是比较重要的 而居家这个地点词不重要 放到办公这个词后面去 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其实它本身的英文逻辑叫做 工作从家里 注意我们用的是from那个词 然后时间呢是在周五 所以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就是英文的逻辑 先说动词 再说地点 再说时间 所以它的说法叫做 在这里周五这个时间词我们是fridays是一个负数 它所表示的含义就是多个周五 就是不只是一天不只是一次 比如这个周五下一个周五 再下一个周五都是居家办公 都是to work from home 所以周五我们用复述的形式 好的这一个小组合这个动词用的是不定式的形式 那么我们用ing的形式 还是想先来调整语序 第一步在周五这个时间词先放到外面去 然后居家办公说的就是从家里工作 从家里这个地点词 再放到办公后面去 办公就是工作 居家就是from home 从家里 所以思考一下 我们需要把工作这个词变成Ig形式 答应是 working from home on Fr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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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刚刚说的允许这个动词还记得吗 答应是 to permit to permit to permit 公司 这个名字叫做 the compan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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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个字连起来 公司允许 注意在这里这个允许就是这个主要笼词 所以需要去点to 并且公司是一个第三人称的单数 所以允许这个动作还需要加s 大约是 the company permi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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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这一个部分也加上 它就变成了 公司允许在周五居家办公 首先第一步调整你去 我们把在周五这个时间词放到最后面去 另外 居家 也就是从家里这个地点词也不重要 放到办公 工作这个动词的后面去 所以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叫做公司允许办公 怎么样办公 从家里办公 时间是在每个周五 在这里的每个的信息是通过把周五这个词进行复述来表现出来的 这里还需要注意 办公 也就是工作这个动作 因为它跟在了允许的后面 允许的是这么一种行为 所以需要用安静的形式 居家说的是从家里 所以答案是 好的 我们继续 还记得音乐的说法 叫做 那么还记不记得听的说法 叫做 所以这两部分信息连起来 它就变成了听音乐 但是这里你需要注意 我们之前也讲过 听这个动作和音乐之间需要再加一个to 这个词进行连接 因为英文在这里所表达的逻辑是 通过听这么一个动作 把你的注意力放到这个音乐上 它有一个指向性 需要to这个词来连接 所以听音乐就叫做 to listen to mus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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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注意不要混淆 第一个to是和listen这个动词原型 所组合成的动词的不定式的形式 而第二个to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连接的词 好的 我们继续 还记不记得打破这个动作 叫做 to brea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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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现在我们把打破这个词的含义 把它延展一下 比如说现在一节英语课是一个小时 中间我们把它打破 变成两个三十分钟 中间还可以休息十分钟 所以这一整个一小时的课程就被打破了 就被break 中间的十分钟是用来休息的 所以break这个词还可以用来表示中间的休息 所以休息这个词就叫做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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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再来学习一个新词叫做 在什么什么期间 这个词叫做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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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把这两个词连起来 它就变成了 在休息期间 非常简单 但是需要在这个休息的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 d 就是在这个休息的期间 答案是 during the brea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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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把这个信息和前面的听音乐连接来 叫做 在休息期间听音乐 好的 思考一下 这句话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听这个动作 听了什么呢 听的是音乐 所以在休息期间就是一个非必要的补充信息 它是一个时间词 我们把它放到最后面去 所以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听音乐 什么时候听 在休息期间听 这里需要注意 听和音乐之间需要一个to这个词的连接 所以思考一下答案是 to listen to music during the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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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里我们用的是不定式的形式 to 加上listen 这个动词原形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表达 ing的形式 在休息期间 这个时间词 还是一样放到听音乐的后面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把 to listen 这个不定式的形式 把它变成listening就可以了 答案是 listening to music during the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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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还是一样 千万不要丢掉 listen和music之间 这个to这个词 好的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允许 它的不定式的形式叫做 to perm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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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老师 这里还是加d进行行列 叫做 the teacher the teacher the teacher 所以这两部分练起来 老师允许 要记得允许这个词的第三个分担数 答案是 the teacher permi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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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这一部分加上 就变成了 老师允许在休息期间 听音乐 第一步调整允许 老师允许的是什么 是听音乐这个动作 所以在休息期间 这个时间词不重要 放到最后面去 另外需要注意 听音乐的听 需要变成ing的形式 还要记得 听和音乐之间 有一个to来连接 还有允许要变第三种上的单数 答案是 the teacher permits listening to music during the break the teacher permits listening to music during the break the teacher permits listening to music during the break the teacher permits listening to music during the break the teacher permits listening to music during the break 好的我们继续 还记不记得 玩这个动作 好的不丁事的说法叫做 to play to play to play 游戏还记得吗 这里我们用它的复数形式叫做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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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个字连起来 玩游戏就叫做 to play games to play games to play games 这里很简单 就是不丁事的形式 我们把它变成ing的形式 也非常简单 to play 也变成playing就可以了 答案是 playing games playing games playing games 那么还记不记得 刚刚说过的 听音乐 它的ing的形式 这里只需要把 to listen 变成listening就可以了 中间要记得 to这个词 答案是 listening to mus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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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不记得或者这个说法 或者叫做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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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用这个词把两部分连起来 就变成了 听音乐 或者玩游戏 这里的听和玩 都要用ing的形式 自考一下答案是 listening to music or playing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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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把这一部分换上 这句话就变成了 老师允许在休息期间 听音乐 或者玩游戏 还是一样 我需要调整语续 老师允许的是 听音乐和玩游戏 这两种行为 所以在休息期间 就不重要 它是一个时间词 是一个补充信息 放到最后面去 这里需要注意 老师允许的两种行为 是听和玩 所以这两个动作 都需要变成安逸的形式 另外听和音乐之间 要有to来连接 好的 思考一下答案是 During the break The teacher premised listening to music or playing games During the break 再来复习一次 在什么什么期间 这个词叫做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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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应该如何表达 测验或者测试 就是一个小考试 这个词叫做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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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这两个词连起来 叫做 在这个测验期间 在这里的这个 我们用的这个词就可以了 在什么什么期间 是During 答案是 During The Test During the test During the test During the test 还记得使用的说法吗 这个词是 To Use To use To use 好的 学习一个新词 计算器 那个词叫做 Cal Q 所以把这两个词连起来 使用计算器 就叫做 To use Calculators To use Calculators To use Calculators 在这里有这个计算器 我们用它的复数形式 使用多个计算器的意思 好的 这里还是它的 不定式的形式 那么它的Ing形式是什么呢 使用计算器的Ing形式 答案是 Using Calculato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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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来复习一次 允许的说法 叫做 To Permit To permit To permit 那么我们加上一个人称 老师允许 叫做 The teacher permits The teacher permits The teacher permits 所以把这个加上 它就变成了 老师允许使用计算器 好的 思考一下答案是 The teacher permits using calcu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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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记不语的刚刚说的 在这个测验期间 答案是 During the test During the test During the test 所以把这个加上 这句话就变成了 老师允许在这个测验期间 使用计算器 很显然 老师允许的是 使用这个动作 使用了什么呢 计算器 所以在这个测验期间 是一个补充信息 它不重要 放到后面去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 使用这个动作 需要用ing的形式 因为老师允许的是 这一种行为 需要用ing的这种方式 把它变成 类似名词的感觉 还要记得 允许这个词 要变成第三种单数 所以答案是 The teacher permits using calculators during the test 好的我们继续还记得 喝这个动作叫做 to drink 水叫做 所以连起来 喝水就叫做 to drink water to drink water 还记得刚刚说的测验 或者测试的说法 叫做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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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血液 这个词的说法叫做 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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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这两个词连起来 它就变成了 血液测试 所以学习上 你可以有一个小考试 小测验 叫做test 看你掌握的情况怎么样 那么医护人员 也可以通过抽血的方式 来测试你的血液 看你的血液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都是用的 同一个词叫做test 血液测试就叫做 the blood t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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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不记得 在什么什么之前 这个词叫做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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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这个词也加上 叫做 在血液测试之前 非常简单 答案是 before the blood t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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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再加上喝水那个动作 它就变成了 在血液测试之前 喝水 很显然 这个组合里面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喝这个动作 喝什么呢 喝的是水 前面这一长串是什么 是一个实行词 它是一个补充信息 所以最重要的东西放前面去 喝水 什么时候喝水呢 在血液测试之前喝水 好的 思考一下答案是 to drink water before the bloo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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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在这句话里面是一个不定式的形式 to加上drink这个动作原型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表达它的Ing形式 在血液测试之前喝水 它的Ing形式 还是一样先来调整一句 我们把在血液测试之前 这个时间词放到喝水的后面去 我们只需要把to drink 变成drinking就可以了 答案是 drinking water before the bloo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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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来复习一次 允许的说法叫做 to permit to permit to permit 医生 这个词叫做 the doctor the doctor the doctor 我们用the这个词来限定 所以这两部分联系来 医生允许 所以需要注意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 允许这个词也加成s 答案是 the doctor permi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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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在这个允许这个词后面加上一个动作 先加上一个简单的喝水 很简单 喝这个动作要用Ig 停止 答案是 the doctor permits drinking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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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再加上那个时间词 医生允许在血液测试之前喝水 很显然 医生允许的这个动作是喝水 什么条件下 或者什么时间呢 是在血液测试之前 所以这个补充信息 我们放到喝水的后面去 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思考一下 答案是 the doctor permits drinking water before before the blood test the doctor permits drinking water before the blood test the doctor permits drinking water before the blood test the doctor permits drinking water before the blood test the doctor permits drinking water before the blood test 好的 那么还记不记得 驾驶这个动作 就是开车 叫做 to drive to drive to drive 这是它的不定式的形式 那么 ing形式是什么呢 很简单 叫做 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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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来复习一次 允许这个动作 还记得吗 叫做 to permit to permit to permit 好的 我们学习一个新词 政策 这个词叫做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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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个字连起来 政策允许 这里的这个政策 我们用the这个词来限定 另外允许这个词 需要用它的第三日称单数的形式 所以这两个字连起来就叫做 the policy permi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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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再加上 驾驶那个词 叫做 政策允许 驾驶 很显然 驾驶这个词 要用它的ring的形式 答应是 the policy permits 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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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不记得 执照 我们曾经学过 驾照那个词 驾照就是 驾驶执照 所以执照就是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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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学习一个新词 有效的 这个词叫做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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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个词连起来 叫做 一个有效的执照 这个一个 我们用 er就可以了 答案是 a valid licen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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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应该如何表达 拥有 就是有某个东西 那个动作 叫做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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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个词的 动词原型 这个词单独出现 我们把它理解为 是拥有 如果在它的后面 再加上 to什么什么的 不定式的形式 那么have 和后面的to 就可以理解为 是不得不 必须的含义 我们第一节课就学过 好的 我们继续 所以我们再给这个词 加上一个人称 你拥有 很简单就叫做 you have you have you have 所以把这两个词 也加上 它就变成了 你拥有一个 有效的执照 自靠下答案是 you have a valid license you have a valid license you have you have a valid license you have a valid license 还记得 如果的说法吗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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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再加上 这个词 如果你有一个 有效的执照 很简单思考一下 答案是 if you have a valid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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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前面的句话 叫做 政策允许驾驶 政策就是 我们刚学的 the policy 所以思考一下 答案是 the policy permits driv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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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把这一部分也加上 这句话就变成了 政策 政策允许开车 如果你拥有一个 有效的执照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政策 或者是法律规定 你必须有驾照 才能开车 所以思考一下 答案是 the policy permits driving if you have a valid license 好的 还记不记得 旅行的说法 这个词叫做 to travel to travel to travel 好的 学习一个新词 出国 或者是到国外的 这个词叫做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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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个词连起来 出国旅行 它的英文表达逻辑 是先表达动词 所以旅行这个词 就是动作 是动词 那么出国呢 是一个描述信息 放到后面去 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答案是 to travel abro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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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是它的不定式的形式 我们把它变成 ig的形式 它是一样 出国的 往国外去的 这是一个描述信息 放到旅行的后面去 答案是 traveling abro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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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来复习一次 允许这个动作叫做 to permit 政策还记得吗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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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政策允许 我们加上the的先例 答案是 the policy permi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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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这一部分也加上 这句话就变成了 政策允许出国旅行 好 第一步 调整允许 政策允许的是旅行 这个动作 什么样的旅行呢 出国的旅行 所以出国这个描述信息 放后面去 答案是 the policy permits traveling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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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学习一个新词 护照 这个词叫做 pa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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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不记得有效的 它的说法叫做 valid valid 所以这两个字连起来 一个有效的护照 加上a就可以了 答案是 a valid passpo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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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记不记得 你拥有你有的说法叫做 you have you have 所以把这一部分也加上 你拥有一个有效的护照 非常简单的答案是 you have a valid pa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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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再加上 如果这个字 如果你拥有一个有效的护照 很简单的答案是 if you have a valid pa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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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如果你有一个有效的护照 好的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刚刚前面的版局 叫做政策允许出国旅行 允许的动作是旅行 所以出国 它不重要 放到后面去 答案是 所以这两个部分 连起来 它就变成了 政策允许出国旅行 如果你拥有一个有效的护照 它的含金非常好理解 但是我们需要进行语区调整 政策允许的是旅行这个行为 这个动作 所以出国 描述信息放到后面去 其他的都不需要进行调整 思考一下答案是 the policy permits traveling abroad if you have a valid passport the policy permits traveling abroad if you have a valid passport the policy permits traveling abroad if you have a valid passport the policy permits traveling abroad if you have a valid passport the policy permits traveling abroad if you have a valid passport 那么还记不记得抽烟的说吧 这个动作叫做 to smoke to smoke to smoke 这是不定时的形式 我们把它变成安基的形式 很简单的答案是 sm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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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允许 它的说法叫做 to permit to permit to permit 所以我们加上一个人称 我们允许 非常简单 记得把那个次去掉 答案是 we perm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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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把那个抽烟 也加上叫做 我们允许抽烟 就是允许抽烟 这种动作 这种行为 所以抽烟 要用smoking 这个安基的形式 答案是 we permit smok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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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一个肯定的说法 就是我们允许抽烟 如果加上一个否定词 我们不允许抽烟 这个不 因为它在这个允许 这个动词的前面 所以直接用 don't就可以了 答案是 we don't permit smok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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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我们不允许抽烟 还记不记得 办公室的说法 叫做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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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办公室里 在什么什么里面 在这个立体空间里面 我们用的是in这个词 这里记得 加上the这个线认词 在这个办公室里 答案是 in the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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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把这个地点词 也加上 叫做 我们不允许 在办公室里抽烟 很简单 这里需要调整理讯 把在办公室里放到抽烟 后面去 就变成这个样子 答案是 we don't permit smoking in the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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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y这里我们用的是 不允许 不允许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有一个专门的词 叫做 禁止 soy禁止这个动作 它的英文说法就叫做 to prohibit to prohibit to prohibit prohibit 就是不允许 就是禁止的意思 soy禁止和允许 是一对反义词 to prohibit 禁止 那么我们再加上刚刚那个人称 叫做我们禁止 还是一样的逻辑 去掉那个to就可以了 答案是 we prohibit we prohibit we prohibit 叫做我们禁止 禁止什么呢 我们加上一个ing形式的动作组合 叫做 在办公室里抽烟 很显然 抽烟这个动作是核心 在办公室里这个地点不重要 放到最后面去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就说抽烟 在哪儿抽 在办公室里抽 自考下 它的ing的形式叫做 smoking in the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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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这一部分加上 这句话就变成了 我们禁止在办公室里抽烟 第一步调进去 把在办公室里 放到抽烟的后面去 所以通过这个例句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禁止也就是不允许 它和允许是一样的条件 如果允许或者是禁止的是一种行为 是一个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要用它的ing的形式 所以抽烟要用ing的形式 所以这句话 它的说法就叫做 We prohibit smoking in the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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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还记不记得公共场所 这个词的说法叫做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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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学过公开演讲 就是public speaking 就是公开的在公共场合里说话的意思 所以public还有公共场所的意思 那么我们再加上一个在 在公共场所 指的是在公共场所这个空间里面 所以用in就可以了 答案是in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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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把这个地点词换上 这句话就变成了 我们禁止在公共场所抽烟 还是一样第一步调整语去 我们把在公共场所这个地点词 放到抽烟的回面去 我们禁止的是抽烟这种行为 这个动作 所以这个地点词不重要 还记得禁止的说法吗 叫做prohibit 它的后面的抽烟这个动作 要用smoking ing的形式 答案是 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禁止这个动作 它的不定式的形式就叫做 to prohibit to prohibit to prohibit 好了再学习一个新词 法律这个名词叫做 the law the law the law 所以把这个词加上 法律禁止 在这里我们把法律 当作是一个单数的名词 就是法律这一个集合 the law 所以禁止这个动词 要用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 所以答案是 the law prohibi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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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不记得执照的说法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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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效的 文件答案叫做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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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个有效的执照 还记得吗 答案是 a valid licen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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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再来复习一次 驾驶这个动作 它的不定式的形式叫做 to drive to drive to drive 还记不记得和什么什么一起 那个词 很简单叫做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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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部分全都连起来 它就变成了 和一个有效的执照 一起驾驶 这句话的中文看起来好像非常的绕 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开车的时候 驾驶的时候 拿着你的驾照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句话 它最主要的就是驾驶这个动作 前面的和一个有效的执照 一起 就是一个描述词 描述的是一种状态 我们把它放到驾驶的后面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驾驶 如何驾驶呢 和一个有效的执照 一起驾驶 拿着你的驾照 驾驶 所以思考一下答案是 to drive with a valid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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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里我们用的with这个词 就是和什么什么一起 我们曾经学过 如果没有那个东西 就是不和什么什么一起 其实非常简单 只需要在with这个词的后面 加成out就可以了 所以不和什么什么一起 这个词就叫做with out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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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和某个东西一起的意思 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在上一个例句里面 我们说的是一个有效的驾照 所以without一个有效的驾照 就是没有一个有效的驾照 在这个状态下 那如何了呢 就是驾驶开车了 所以你没有驾照 但是你开车了 在中文里面 这个行为就叫做 无证驾驶 好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 在英文的逻辑里面 它的表达方式是 先来表达驾驶这个动作 放到前面去 是什么状态呢 是一个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有效的证件的状态下 这个条件下 你进行了驾驶的这个动作 所以思考一下 无证驾驶的说法就叫做 to drive without a valid license 叫做在没有一个有效的证件的情况下 驾驶的这种行为 好的 在这里 to drive就是动词不定式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表达 无证驾驶它的RNG的形式 只需要把驾驶这个动作变成RNG就可以了 所以还是一样 先来调整理去 我们把无证这个条件 这个状态放到后面去 先是驾驶 在这里就是driving 无就是没有 without 一个有效的证件 所以思考一下答案是 driving without a valid license driving without a valid license 好的 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禁止的说法叫做 to prohibit to prohibit to prohibit 法律是什么来着 叫做 the law the law the law 所以 法律禁止 这里要记得第三证单数的变化 答案是 the law prohibi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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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再加上 无证驾驶 这句话就变成了 法律禁止 无证驾驶 首先 我们先来调整理去 法律禁止的是 驾驶这个行为 是什么条件下的 这个驾驶行为呢 是无证的条件下 无就是without without什么呢 一个有效的证件 这里需要注意 禁止的是一种行为 这个行为 我们要用ing的形式 所以是driving 还要记得 禁止这个动作是 第三证称的单数 所以思考一下 答案是 the law prohibits driving without a valid li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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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禁止这个动作 就叫做 to prohibit to prohibit to prohibit 还记得老师的说法吗 我们用the 这个词来写 叫做 the teacher the teacher the teacher 所以连起来 老师 禁止 这里也是一样的 禁止这个动作 要用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 答案是 the teacher prohibi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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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 家庭作业的说法 叫做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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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 复制 这个动作还记得吗 叫做 to copy to copy to copy 所以 复制 家庭作业 把它们连起来 它的说法就是 抄作业 答案是 to copy homework to copy homework to copy homework 还记不记得 其他人的说法 这个词叫做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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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是一个 复数的形式 表示 多个其他人 那么还记不记得 从什么那里 就是从 那概念叫做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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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两个词连起来 从其他人那里 很简单叫做 from others from others from others 所以这部分内容 我们和抄作业连起来 叫做 从其他人那里 抄作业 很显然这里 最重要的一个动词 就是抄 抄的是什么呢 抄的是作业 所以前面一长串 都是一个描述信息 表示的是一个 类似地点的信息 把它放到后面去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抄作业 从哪里抄呢 从其他人那里抄 自己思考一下 当然是 to copy homework from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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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里的动词呢 还是不定式的形式 我们把它变成 ig的形式 还是一样 先来调整一句 从其他人那里 这个地点词 放到 抄作业的后面去 我们只需要把 抄这个动作 变成ig的形式 就可以了 答案是 copping homework from othe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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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前面说的那个老师禁止的说法吗 要记得禁止 prohibit 要用第三人生单数的形式 答案是 the teacher prohibi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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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这部分内容加上 老师禁止 从其他人那里 抄作业 这里还是一样 需要进行语区调整 老师禁止的是 抄作业的这个行为 所以 从其他人那里 是一个描述信息 不重要 放到后面去 所以禁止后面的这个 抄这个动作 要记得要用ing的形式 还有禁止这个动作 是第三人生单数 不要忘记 答案是 the teacher prohibits copping homework from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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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eacher the teacher prohibits copping homework from others 好的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刚刚这句话里面的 老师禁止的说法 很简单 但是要记得第三个声单数 Prohibits 答案是 The teacher prohibits The teacher prohibits The teacher prohibits 那么还记不记得 说话的说法 叫做 To talk To talk To talk 笑 这个动作叫做 To laugh To laugh To laugh 还记不记得 或者的说法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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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三个部分 连起来 叫做 说话 或者 笑 在这里这两个动作 我们还是用的是 不定式的形式 所以它的说法就是 To talk Or To laugh To talk or to laugh To talk or to laugh 这个小组合的含义就是 说话 或者笑 也就是我们中文常说的 说笑 好 在这里它还是不定式的形式 所以应该如何表达 它的 Ing的形式 所以说笑 在英文里所表达的就是 说或者笑 说或笑 那么在这里 我们把它变成 Ing的形式 就需要把这两个动词 全都变成Ing的形式 说 To talk 变成talking 笑 To laugh 变成laughing 这个或就不用变了 所以 说笑 它的Ing的形式 非常简单 就叫做 Talking Or laughing Talking or laughing Talking or laughing Talking or laughing 好的 还记不记得 测验 测试这个说法 叫做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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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在什么什么期间呢 叫做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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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这个测验期间 这里的这个 我们用The来表示就可以了 答案是 During The test During the test During the test 所以我们把这个 说笑和这些部分连起来 这句话就变成了 在这个测验期间 说或者是笑 所以这里思考一下 这里最重要的还是动词 动词就是说 以及笑 所以在这个测验期间 就类似一个时间词 我们把它放到说笑的后面去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需要先表达说 然后呢 或者笑 再表达这个时间 另外这里标出来需要的是 Ing的形式 所以说 以及笑这两个动作 都用Ing的形式 答案是 Talking or laughing During th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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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来复习一次 老师禁止的说法 禁止就是 To prohibit To prohibit 这里需要注意 第三者称单数的形式 答案是 The teacher prohi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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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把这部分加上 这句话就变成了 老师禁止在这个测验期间 说笑 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 老师禁止的是什么呢 是说或者笑 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 这个前面去 在什么时候的说笑呢 就是考试时候的 在这个测验期间的说笑 所以它的语区 应该是这个样子 至于我们中文所说的 说笑 在英文里 它的表达是 说或者笑 中间有一个或 另外 禁止的这个动作 要用Ing的形式 所以说以及笑 都要用Ing的形式 所以思考一下 但是 The teacher prohibits talking or laughing during the test The teacher prohibits talking or laughing during the test The teacher prohibits talking or laughing during the test The teacher prohibits talking or laughing during the test The teacher prohibits talking or laughing during the test The teacher prohibits talking or laughing during the test 好的我们再来复习一次禁止的说法 它的不定式的形式就是 to prohibit to prohibit to prohibit 还记不记得学校的说法 这里我用the来限定 叫做the school the school the school 所以学校禁止 还是一样 这里还是第三人称的单数 答案是 the school prohibi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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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不记得 吃这个动作 它的不定式叫做 to eat to eat 那么喝呢 叫做 to drink to drink 所以这两个连起来 我们中间加上一个或者 在这里都还是不定式的形式 很简单叫做 to eat or to drink to eat or to drink to eat or to drink 现在这两个动词都是不定式的形式 我们都把它变成 ig的形式 它就是 吃喝 英文的说法是 吃或者喝 自考下答案是 eating or drink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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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课程的说法 是什么呢 叫做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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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课程或者课堂的意思 就是用来描述上课的这个场景 叫做class 课堂 课程 那么还记不记得 房间的说法 叫做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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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词连起来 上课用的房间 就叫做 教室 这两个词组合之后变成一个词 叫做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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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加上一个 在教室里 在什么里面 在这个空间里面 是in 所以 在教室里 就叫做 in the classro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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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加上the的限定 就是在这个教室里面 所以我们把这个地点词加上 这句话就变成了 在教室里 吃或者是喝 这里要求in the形式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来调整语气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并列的动词 就是吃和喝 在哪里吃和喝呢 在教室里 所以这个地点词不重要 放到后面去 就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只需要把吃和喝 很多这两个动作 都变成了一句的形式 在中间再添加一个or 或者就可以了 所以思考一下答案是 eating or drinking in th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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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刚刚说的 学校禁止 禁止就是prohibit 这里需要注意 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 学校 前面加上the 这个词来形容 叫做 the school prohibits the school prohibits the school prohibits 所以把这部分加上 这整句话就变成了 学校禁止在教室里吃 或者是喝 它的意思就是 不允许在教室里吃东西 或者喝东西 所以我们思考一下 学校禁止的是 吃以及喝 这个动作 这个行为 在哪里呢 在教室里 所以这个地点词不重要 放过面具 所以在这里记得 吃以及喝 这两个动作都要用ing的形式 它们两个是并列的 并且用一个or来连接 所以答案是 好的 恭喜完成第39课 这是我们的课后练习题 答案以及视频的PDF文档 可通过微信公众号 嗨又大声说出来 回复课程序号来获取 好的 下次再见 拜拜